材料清单,中筋面粉250克,酵母粉3克,牛奶160克,白糖15克,红枣几克,酵母粉和牛奶白糖混合搅拌将其化开,倒入面粉中,揉成光滑柔软面团,盖上吃部放到温处化酵质两倍大,取出面团用力容排气,搓成长桥,成分均匀10-12克一个剂子,用手搓圆每一个剂子,取5-6个小剂子, 用拇指在面团一边压薄,如脱色17,再次面团两边往回捏紧,如脱色18,完成每一个剂子,蒸笼放上纱布,剂子放入蒸笼摆出形状,把红枣对半切开,去盒,取一块红枣放入码头披子中间,再次用手把刮半边边往回捏紧,如脱色13逐格完成,剂子依次做好,盖湿布信发15分钟, 至1.5倍大,凉水上桌,大火烧开爆入转中火,蒸12分钟,5分钟后开盖取出,成品可做7-8个,用红曲米做颜色红曲粉,小贴11,面粉吸水含量有差异,和面团中加入牛奶,根据面团的硬度适当调整,发酵好的面团要完全排气,蒸出来成品表面才美观,按次性发时间,根据室温的不同适当调整, 冬季时间延长,夏季时间缩短,蒸笼抹上一点点油,放棉剂馒头,沙布要尽时拧干,铺上蒸笼 主要制作人吗? 关键